今天凌晨在国道3号发生了恐怖的 汽车追撞意外 现场一片狼藉 车辆也几乎被撞到面目全非 这气意外也造成一死三伤 国道上直直向前行 突然间前方车辆撞成一团 眼前这辆白车闪避不及向左喷飞 驾驶下坏方向盘紧急右切 这才进行闪过 但这瞬间可以看到散落一地的汽车零件 红车车头扭曲成一团完全看不出原本面貌 白车安全气挡炸开 保险感车壳一片片掉落 可见当时重击力道可不少 国道连环撞事故发生在30号凌晨3点多 国道3号北向52.9K阴哥路段 原来是两部小货车先在中内线车道发生碰撞 其中一部先移至路肩 另一部停在原地等待处理 没想到过了三分钟 后方小客车看到有减速 但在后方的车子来不及反应追撞 驾驶跟副驾驶座的母亲 解开安全带准备刹车时 遭后方车辆撞击 副驾驶当场抛飞送一后伤重不治 总继有七部车连环追撞 酿成一死三伤 小货车停于中内车道 后方为摆设警告标志 后续造成后方五部车撞击 而在台中十字路口两部轿车速度都不慢 但谁都不让谁直接冲撞 也让车直接喷进超伤大门口 大门玻璃整面碎车头保险杆也撞破 警方进一步酒测 双方都没有酒精反应 只是两车都没减速 没礼让 酿成意外 这超伤的玻璃该由谁来陪 还要看肇事责任怎么判 谢谢中和报道